奧幻打擊 收看Steel Den 然後 看看今天的日常是什麼 我還是想 就這樣玩算了 因為我還沒適應過來這個新版 我這邊搞成全屏了 我不知道效果怎麼樣 好像還是有點卡 這個遊戲 這卡的問題是這個遊戲的問題 反而搞得我很不習慣 然後呢 我也專門去練了一下戰艦那個BOSS 希望這次能夠有所作為了 機箱機器人 還是很好的 除了第三關的BOSS 如果出來那個新的BOSS的話 那就相當不好 因為這個東西 暫時還沒修正這個BUG 那個機器人是不會攻擊那個 機器人不會攻擊那個BOSS 我看到還有很多 比較彈疼無語的升級 像什麼 切換武器之後可以繼續射擊啊 什麼之類的 其實 是不是不是很有必要呢 那個作為一個升級 還有就是 呃 換自動武器可以變成全自動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不是很有必要 本來就應該 本來就應該直接這樣做 而不是 而不是強制要弄一個這樣的升級 搞得現在那個 跑升級的密度是越來越低了 好了 所以要有臨時吸收激光 還有那個 把我這個機器人增強都不是那麼容易 能拿得到了 所以現在要組出來比較完美的升級配置呢 不是那麼容易 這聲音是不是 這個機器人的聲音 有時候聽了真的是彈疼死了 現在這個聲音好一些 激光槍 好像 這個 這個機器人的聲音 哇 就像是在那個 就像是在那個鑽孔一樣 就是那種感覺 我主槍還是很希望拿到 銀胚了之類的東西 現在 還是沒有個底的 近戰武器 就是在鬥我吧 轉頭 還是免了 我還是覺得他這個音樂設計的有點問題 原本的那個BOSS出場的時候 暫時 停止一下音樂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做法 畢竟BOSS出場嘛 有一點點 變化什麼之類的 覺得這樣才是一個合理的設計 這個攻擊模式沒辦法用機器人 來 用死這個攻擊模式 我感覺他現在是不是每一波的分數給降低了 所以說導致了 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分數倍率我一直都上不去 機器人加傷害有了 我看看有沒有什麼別的 有用一點的東西 那就算了 機器人加傷害了 其實我並不是很想增加他的出現頻率 因為我這邊倒是想 換一下這個主槍 我這個主槍還不是很 我這個主槍還並不是很好用 這個主槍還能把連接抗 我的SUPERGUN也可以 我昨天嘗試一下 零部 其實SUPERGUN並不差 確實 他說加強過Super Gun 也是可以接受吧 當然你說要打一些比較大型一點的 大型一點的敵人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我希望是魚雷其實 進持槍就算了 如果現在能拿到破盾的話還是很有意義我覺得 我希望不要是那個新的那個 Destroyer 是驅逐劍嗎 這邊不敢用這個 太危險了 然後現在需要的是Faster Reload之類的東西 不是新的 不是新的就好 主要是新的那個其實並不難打 而且也很適合用機器人來打 只是他那個機器人不會去追蹤他 那真的是受不了 親一點 哇 到了這波音了就結束了 然後現在這個臨時吸收激光 對於這種大橋的激光來說基本上是吸收不了的 只能吸收那些比較小的激光了 只能吸收那些比較小的激光了 增加這個 增加這個 那個子彈型武器的掉落 這邊也是想換回那個子彈型的武器 肯定是 如果是Super Gun或者是Impaler是最好的 現在看 當然Impaler更好一些 因為我現在練習 我練習過那個Boss 我是希望能夠用原來的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 往前進一步 那可能是需要用到Impaler 就是這個原因 我沒有機會 搞了全民之後太大了 有時候都關注不了屏幕上的狀況 這什麼槍 回旋標 回旋標不是一個很有用的東西 我一直覺得回旋標 是一個比較 好看但是不實用的武器 感謝道中的那個敵人 不太適合用那個 不太適合用這個機器人來處理 像我一般 真是非常的有用的 喔就是 我感覺好像 就是 怎麼說呢 唉唷 我好差 這是我自己傻 我感覺現在敵人的一發子彈有可能打爆兩個機器人 我感覺錯了還怎麼樣 雖然說這個機箱機器人一直打BOSS都是黃色的 但是還是打得相當快 只要是他密集吧這個子彈 現在我需要Fast Reload 加傷害也可以有嗎 Fast Reload 左下角那個是可以有機會再獲得多一波敵人 有點不知道什麼意思呢 刷分數嗎 可能是這個意思吧 竟然不要掉起來這後面的BOSS越來越不好打 這個出場出的真是出乎意料 這種敵人就在上面放機器人好了 因為上面這個地方的子彈密度是最低的 只要能保持到這個屏幕上的機器人有一定的數量之後呢 只要能保持到這個屏幕上的機器人有一定的數量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日子就好過很多了 我還希望他給我子彈類型的武器現在的感覺 我還希望他給我子彈類型的武器現在的感覺 現在的感覺 給我升級破盾嗎好像沒有吧 好像沒有吧 沒有應該沒有 或者是上次的事情 能量武器 Ultra Laser 這個東西我一直都覺得不好用 但是說不定這個BOSS呢 這個Ultra Laser可能會有點它的作用吧 但我不想換了 畢竟Ultra Laser打道中是非常不行的一個武器 還是在上面放 打爆一個就好了 打爆一個就好了 我覺得他那個機器人的升級完全可以改成就是 掃了幾圈之後 沒掃到敵人 不會馬上消失之類的 這樣的話 反而是會讓機器人有更好的效果 可能他會覺得這樣機器人帶OP了吧 在 播一播之間呢 可以放出來一大堆機器人 然後他不這樣做 我覺得 也是可以 接受吧 好 盡可能在他的縫隙裡面放吧 不要 不要放在他那個 中間 不然的話 四個都全被打爆了 就不好 之前打這個BOSS還是很有效果的 現在 雖然說沒有之前那麼強力了 他是不是變了 之前召喚那個 激光的那個 小兵 然後會在那裡放 放子彈的那個攻擊魔術好像沒了 破盾吸收激光 吸收激光嗎 雖然不得不說這個吸收激光的效果很 一般到 一般到比較不 一般到比較一般 這樣措施吧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反正就是很一般 有時候這個遊戲會突然加速那一下 有時候很容易坑爹 是個護盾武器 我既然什麼武器都撿過了 我還是不要去冒這個險 哎呀 我還是不要去冒這個險 去換這個武器 這什麼啊 救生護盾 救生護盾沒什麼興趣啊 說起來 說好的 這什麼武器 我以為是什麼好武器 結果把自己給坑死了 就三血 這打不過就BOSS了 這武器好像 好像打小兵很有效果 但是打BOSS一般般 我看打BOSS好像是黃色的 基本上都是 現在不能再受傷了 再受傷了他就 沒救了 當然我們這邊也是增加過15%的傷害 所以說可能又不一樣吧 上面那個炮怎麼不開槍 我去 我往上動的時候你就開槍了 結果 他還不給面子了 但這個打小怪確實 效果很不錯 這個槍 哎呀 這其實是難得升級的比較好的 但是 因為為了拿這個 拿這個 不是很 不是很實用的武器 結果被打得太慘 如果我不為這個武器的話 說不定我不會搞到現在這般田地 注意有龍彈來了 所以他叫Crush 還是有他的道理了吧 碾壓器 然後這BOSS要打無傷 那這個真的是開玩笑 後來練習了一下之後 我覺得這個最後那種工具模式 反而不要擔心太多 其實他就算往前衝的時候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頂得住的 這個模式還是用機器人 是比較實際的 這個就用機器人不實際了 最後一個了嗎 最後一個我發現 哎呀 那個子彈只掉了一血 哎呀躲過頭了 我不應該衝這麼快的 其實我能贏的 啊 再來一次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剛才就大概可以 展現出來這個打法唄 然後 順便可以知道那個 藍色子彈只有一點傷害的話呢 實際上就好辦很多了 就不用太緊張那個 重藍色子彈的事情嘛 只要不要重他那個 那個紅色子彈就可以了 那樣武器 這個 略略有點逗的武器 主要這個東西不接回來 好像是需要 等一段時間的 重新恢復這樣 破了個差 破了個差 今天技術相當好 厲害厲害 厲害厲害 對自己都無語了 對自己都無語了 還是覺得剛才有點可惜 其實剛才那個 配置已經相當不錯了 我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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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用過之後 覺得對Crusher遊戲 有點改觀 reflect 這東西之前也 用過一次 然後我覺得 簡直憂傷 我覺得打 打倒是 完全沒用的一個東西 能反 反射激光嗎 不可以 我覺得升級了 護盾武器 更長更快 我就不懂什麼叫更快了 我是希望能夠得到一個解釋 他子彈的傷害反過去好像是挺高的 但是 蛤 原來是這樣玩的 但是 還覺得效果很一般 看吧 沒有護盾升級 那就不管他了 Keep on shooting after swap 下面那個東西是 換武器之後 是不需要重新按下 那個發射子彈 也可以 持續發射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升級 本來我覺得這種升級 就不應該有 而是 這個遊戲裡面應該是 自帶 可是這個護盾武器的時間太短了 我 差不多想知道升級了之後會有多少 但是我又不想花這麼一個時間去升級 很矛盾的這件事情 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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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ger 什麼鬼東西 喔 這樣的 也可以小顆子彈的發射 撞了這個激光了 這個激光居然只有 一格的傷害 我倒是覺得這個 Charger 跟機器人搭配很好啊 是不是該叫他巧克力牛奶 因為 我們在蓄力的時候 然後就讓這個機器人去打唄 然後 這不應該叫巧克力牛奶 應該叫 甜橙牛奶 但是他那個東西呢 哇 他這個東西有點太耀眼了 全是紅的 我不知道蓄力過程中 會不會發射這個迷你火箭 如果會的話 那這個搭配還是挺不錯的 看起來不會哈 看起來不會哈 那就憂傷了 是 不會 但是他輕這個太空垃圾 是很有效率 給我個魚雷吧 紅鳴密手 這個也是 你是沒鬼用的東西 拿著吧 先 這個東西呢 他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的爆炸範圍好巨大 我就打在這兒 然後就把旁邊的敵人都滅了 他 可惜他爆出來那個火球 那沒有 沒有實際的攻擊判定 如果有的話 那就更好用了 這個boss 就有點尷尬了 我是不是要用 這個 喔 可以這樣玩呢 這一種導彈來了啊 這一種導彈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必須增強的武器 太弱了 現在 不行 一定要蓄力蓄夠了 不然的話 根本打不破這個導彈 還沒送走啊 啊 搞定了 這武器很少見 用起來是挺有意思的 只是 半自動武器變全自動 只要是剩下都沒什麼好選 他不好的地方就是剛才那個是不是他直接穿過去了 他直接穿過去了 居然是不會產生爆炸的效果 這個不是很好笑嗎 有一點點 近戰武器 劍的話我可以考慮一下 就算了 他那個火球好像是有傷害的 剛才是不是看到他命中了一下 不知道 這個是我傻的 現在有點擔心這個 航母要怎麼打 然後就是這個武器的到底需多少時間是續滿 我得再適應一下 現在好像 要麼就是沒續滿 要麼就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大概莫屬三下吧 Boss來了 我還是很擔心這個Boss 這個Boss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弄 因為這個Boss也不屬於少血的類型啊 打他那是紫色的 這個確實是個好事情 可能很快就可以把他給搞定了 但是完全看不出來啊 現在 最終導彈是黃色的 好 最後了 那跟機器人比起來還是很有差距啊 只要這個東西要 要自己 要自己瞄準蓄力 什麼各方面的 有點麻煩 實際傷害還是不錯的 VLOAD VLOAD有用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需要一個道宗武器 所以說 想依賴一下那個 嗚嗚 這個爽 想依賴一下那個子彈類型的武器 就是這種小小雜兵呢是可以穿的 所以說我們要 利用好這個 利用好這個設定嘛 然後呢 我們 主要瞄準不要大型的敵人來打 爭取用Charger一波秒 Laser Laser不是一個很好的道宗武器 先換上嘛 畢竟這個最終導彈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用它好 在想這個東西會不會 好 清理這關BOSS放出來的那個護盾很快呢 有這個可能性啊 只是覺得這個迷你火箭浪費了 有點可惜 如果迷你火箭能用的話 那確實是 浪費 感覺這麼卡已經到BOSS了 可惜沒蓄出來多少下 但是剛才 你看 打爆出來的那一下多麼的爽啊 很可惜 順便現在這個電鋸呢 也修改了一下吧 不能叫修正吧 這個東西是會讓那個東西爆炸的 所以說不要 不要打進去 但是我清它這個小飛機 已經很吃力了呀 它還是有這個攻擊模式的 如果我打太慢的話 但是我根本沒有辦法快啊 還差一下我估計 啊 這樣都可以 也是 也是沒考慮過 反正是下一關BOSS 如果有這樣的武器的話 覺得還是有 有戲的 吸激光嗎 我倒是一定程度上對這個重型武器給改關了 當然這個是全升級的 希望 我不知道 不是希望 就是說不知道他不全升級 哎喲 這時候的效果 應該沒有這麼好啊 我看 這個有增加爆炸範圍 什麼之類的 都升出來了 我倒是覺得應該留兩個這樣的敵人 是不是 到時候 可以 可以用這個敵人來炸 別的敵人 近戰武器 什麼啊 見 哇 這一波敵人有點可怕 他主要是這個震的 我看不清楚 他從哪裡出來 兩發Charger才能秒 哦 會接破了盾啊 是嗎 不是 我想多了 呼呼呼 這個 這個漂亮 是機器人 火箭機器人 雖然說現在可能沒有用 但是還是會等一下準備一下吧 他這個爆炸範圍看起來 比他那個 具體描繪的那個 那個火球的大小要大呀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 明明在 在那個爆炸範圍之外的 也是可以被爆掉 哎 但是他那個 他那個火球的命中範圍 那卻是比他 描繪的那個球的範圍要小 哎呀 死了 booming 化球了嗎 小神 我怎麼這麼做呢 中了那個子彈啊 看他穿下面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他下面比較靠近子彈的出彈口 所以說有可能會影響到是否被命中的問題 不要怕中那個子彈 好的終於搞定了 不容易啊 現在倒是有機器人的話我應該升級一下機器人 但是他這裡看起來沒有 會有更多的傷害吧 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我現在不知道最後BOSS會打成什麼樣子啊 因為最後BOSS我也沒有 沒有辦法是認真在那裡打的 是不是啊 都是靠機器人秒 好可惜之前沒有沒有遠見應該機器人升級是不是 現在就會派上用場 當然我還是比較滿意現在這個槍呢 效果還是不錯 嗚 這槍中的不應該 現在只有16的分數倍率 看來他應該是降低過那個分數倍率 這是肯定的 之前不可能打得這麼低 就算是中那麼多槍也好 不可能打得這麼低 一方居然沒秒成功 Hyper Blaster 很想我是應該放棄 我被打成這個樣子了 確實不好 這就是武器沒定型的不好之處 這是新的敵人嗎 因為武器沒定型的話呢 我們老是要想這個武器要不要換啊 或者要專門過去拿武器啊 這都是受傷的一大源頭 爽 應該說這個 應該接受這個Charger的存在 然後不應該去再考慮別的武器了 你一發三個 好 紅彈來了 這個衝擊波 坑爹啊 這居然躲開了 來死吧 趕緊 別撞我 別撞我 我就剩下三血了 欸現在加二血 這個升級好像出得很少 是我心理作用嗎 這一波小怪有點煩 來 這個護盾可以啊 可以死了沒有 他什麼時候會穿過去 什麼時候不會穿過去 我到現在都還是沒搞懂 你看 這個他就穿過去了 我以為是他打了兩個之後就不能穿過去了 結果 不知道 很多東西還是要研究研究 三血的話 我覺得打這個BOSS真的是 沒什麼太大的希望 這樣我的機器人也沒強化過 他先保證第一個攻擊模式不要中彈 剛說完就中了 他就不會有 注意它那個地方有激光 所以說 可以喔 不要在那個地方放機器人 應該是一個好事情 是否還是用Charger比較好 Troger是克制武器啊 紫色的 唉 起碼也算是發現了一個新的武器吧 然後 還是太多無謂的重子彈吧 好 那麼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